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最佳男歌手 究竟谁是这个奖项的庭宁人 一切莫想 魏晨 默默众杰伦 默众杰伦 青春的选择 最佳男歌手的获得者是 她的名字你们喊对了 恭喜张杰 再次恭喜张杰 张杰 恭喜章杰 恭喜 同时我们要有请章杰的超级粉丝 为他颁奖 有请 好了 我们请章杰来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 首先谢谢正在我身边的朱华老师 我觉得 其实我一直以来是个 没有什么自信的一个人 但是音乐给我很多自信 再加上很多的歌迷 这一路上 应该说到现在有十年 我很珍惜每一个 每一个瞬间遇到的大家 每一年 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章杰 也喜欢我的歌 我要感谢所有的人 感谢给我们快乐的那些人 比如说快乐家族 也很谢谢所有对音乐很认真的音乐人 然后最重要的 谢谢我的歌迷 谢谢再次的恭喜章杰 恭喜 章杰 刘布 刘布 来 这边舞台中间请 你好 小姐 其实呢我们知道章杰这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 对 从第一次站在舞台上唱歌到现在应该有十年的时间 对吗 是的 这十年来对你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成长了很多 我认识了很多 在音乐上面喜欢我的听众 然后有很多帮助我的人 所以我很感谢这十年遇到的每一个人 你刚才很笼统的感谢了一下所有支持你的人 但是我们要把他们挑出来 好好来问一下 在我的旁边就有章杰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先来问一下何老师 来 何老师 章杰这十年有什么话要跟他说 就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十年了 因为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 我认识章杰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一个男孩 所以我相信接下来的十年 我们和章杰一起努力吧 希望大家可以永远这么青春 章杰加油 没错 谢谢 谢谢何老师 坚持做一件事情 对 接下来这位是章杰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来 娜娜 你只无心干嘛 这你还能跑得掉吗 就是不管十年还是很多很多年 就是所有的快乐 或者所有的艰难 我都永远永远陪你走下去